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同时乌克兰东部也传出江向普丁靠拢 全世界又见证了一场人民力量 规范政权的实力 24小时之内 乌克兰情势出现极度戏剧性的变化 反对派和总统亚努科维奇 签署了和平协定还不到一天 乌克兰国会在22号立即动用 刚签署的协议赋予他们的权利 表决通过罢免总统亚努科维奇 提早在5月25号举行大选 消息传来 聚集在国会外的群众爆出热烈关乎 这正是他们三个月来 在抗力运动的大本营鼓励广场 顶着裤板 抛头颅撒热血 最最希望见到的结果 亚努科维奇早在协议签署后 便仓皇撤离基辅的总统府 如今总统府外的守卫 以由抗议人士组成的自卫队 取代 亚努科维奇目前下落不明 他透过总统府媒体办公室 公开了一支访问录影带 宣称自己是政变受害者 亚努科维奇在访问中 誓言不会辞职 更不会离开乌克兰 但实际上 他似乎是处心积虑设法逃离 边境管理局负责人对媒体表示 机查人员在机场拦下了 试图搭乘包机离境的亚努科维奇 郭慧同时通过决议 释放亚努科维奇的头号政敌 前总理季莫申科 或事后 季莫申科立即来到独立广场 坐着轮椅的他 擒着眼泪 盛赞广场上的乌克兰人民是英雄 改变了乌克兰历史 他以强烈的语气 表示亚努科维奇的独裁政权 已经被人民终结 当我来到 Kyiv 我还没认识到 Kyiv 载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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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但是 季莫申科被公认是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的女英雄 但2011年她遭当局指控贪污滥权 判处青年徒刑 近年软禁在医院 欧美将她的入狱定调为出于政治动机 22号晚上 独立广场上举行了一场追悼式 悼念日前死于镇压的罹难者 经历三个月的血泪抗争 乌克兰人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但擦来眼泪后 眼前的道路曲折肩来 24小时之内 让人眼花缭乱的快速演变 留下了许多问号 首先 乌克兰目前究竟由谁当家做主 仍混沌不明 我认为了许多 乌克兰国会的连串闪电动作 粉碎了俄伯普丁总统 以前苏联共和国为基础 打造新欧亚联盟的梦想 俄国始终称 独立广场上的示威者为暴徒 表示是欧美策动的政变 罢出了雅姆科维奇 普丁接下来会有何动作 引人关注 乌克兰即使新政府就任 仍会发现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沉重压力 俄国不但是主要燃料供应者 也是一大贸易伙伴 俄国手中有太多筹码 可以用来牵制乌克兰 革命从来不是件意识 过去三个月的抗争 已经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乌克兰人也只能咬牙 做好准备迎接下一刻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是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 大家好 教授您好 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变天 超级戏剧化的 当然跌破了一堆专家的眼镜 没想到最后居然是总统落跑下落不明 而且还被罢处通气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前总理寂寞生科 他也出来了获释了 所以首先请教这个委员就说 这个国家该要怎么样收拾善后 因为我们光看是反对派之间的这个领袖们也好 或是他们之间各自的立场可能摇摆 而且派系山头林立 其实不可能全胜 事实上现在美国跟欧洲的态度 连包括俄罗斯都这样 就是说我们希望你们能和解 然后用选举的方式来落幕 那就是大家寄望用改选来结束 不过就是说 这个事情怎么会急转直下成这样 坦白讲有两个事情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料到 第一个事情是 他居然后来还陆续发生冲突 死了77个人 这个太意外了 因为上次城市的革命 死的人也才十几个 这十几下就死了77个 然后有两三百个人受伤 然后你去现场看都是在大火 那就是简直就是城市暴动 整个都打起来像军队一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意外是指说民意的反弹如此激烈 我应该是说政府怎么会用这种手段 对用血腥的镇压 然后你如果是用血腥的镇压 照理讲警察不是站在你这边吗 可是总统府跟总统官邸的警察不见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我怎么兜都兜不起来了 就说如果说警力是要强力镇压 那怎么会把总统丢包 那可是这两件事情就同时发生 就是我们看到了强力 那那个强力 当然现在很多人在怀疑 说可能是总统恶意指示 就是他要报仇 就是说他不喜欢被羞辱 但总统也等于被背叛 可是就是变成警力里面有两群人 就是警力去镇压群众 然后发现群众 他们被缴械了 他们打不过群众 所以那个警察高层就立刻转向 那因为乌克兰的军队是中立的 他完全没有介入 不然会死更多人 所以就说因为这两派坦白说 我们说他从1991年独立以来 这个亲西方跟亲俄罗斯 本来就两派 那其实主观上都是希望亲西方的 事实上第一任的总理 因为刚从苏联帝国瓦解出来 那个Kraftchuk 他是亲西方的 可是因为过去留下太多经济的那些遗产 把你拉住 事实上这次也是一样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俄罗斯有很多筹码 比如说他天然气就不打折了 那不打折对乌克兰的经济 那是很大的压力 晶元事实上已经冻结了 许诺的贷款就没了 所以变成就是欧盟是不是要介入 可是这里面就会变成就是说 欧盟要介入就直接跟俄罗斯对着干 那欧盟愿不愿意这样 尤其这里面最重要就是德国 那我认为德国是不是愿意出那么多钱 因为本来俄罗斯承诺了 大概有150亿美金 那钱蛮大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还包括就是说 其实这个有很多 就是基本上欧盟已经整合 然后已经到东欧了 接下来就是乌克兰 所以本来就有很多人是在欧盟逐渐扩 往东扩张的过程当中 他就越来越一面倒 可是他有历史因素 他历史因素就是说 乌克兰本来西边 他就是天主教的 所以他本来就是奥匈帝国 波兰立陶宛那个帝国的一部分 那他本来就是比较偏西方的 那东边是俄罗斯的 而且他们都讲俄语 然后西边那边是讲乌克兰语 所以你去想一想 那过去因为俄罗斯唐齐统治 所以甚至于他们大部分的母语是俄文 电视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俄语 然后这边是东正教 然后这边是天主教 又有俄语跟乌克兰语的冲突 然后又有历史上对俄罗斯的矛盾 这主要就表现为两个事件 一个就是史达林1933年的大饥荒 死了太多人了 那第二个就是车诺比事件 因为乌克兰就是车诺比所在地 然后乌克兰人一直认为俄罗斯骗他 所以造成他们有很多伤亡 那这两件事情历史都还没有给公道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历史的恩怨 所以我觉得这个纠缠起来是很麻烦的 就是说你去想一想比如说这个亲俄派 事实上不是说他在立场上亲俄 或者说他在经济利益上亲俄 他订单来自俄国 他还包括他语言也亲俄 东正教也亲俄 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和解了 那基本上就是分裂 他可能会走到分裂 这个事实上欧洲也有几个这样的状况 比如说比利时还有瑞士 那最后他们就用 尽量用一个制度上的妥协 那大家都有得到代表这样 可是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初期国家 能不能像比利时跟瑞士这样处理的很好 对于多元的种族 多元的语言 多元的宗教 多元的经济利益 然后处理到一致 这个难度实在是太高 对这也是我要请教委员的 也就是说乌克兰走到今天 尤其我们看到这个总统亚努科维奇 居然一夕之间从这个民选总统变成了烙跑逃犯 从这个徽兵镇压到垮台 其实前后不到三个小时 那么很多人就说 亚努科维奇政权其实是纸糊的吗 他的实权是比外表来的脆弱 那么一旦现在我们看到了 表面上人民革命成功了 但是未来很多的问题都在眼前 包括这个新政府要如何筹组 还有亚努科维奇的这些旧势力 还会继续的抵抗反击 目前都是问号 也都是难题 尤其说眼前的这个政治真空 可能会产生当然新的领导人 或者说还有反对派内部 自己有一些杂音也是摆不平 那么甚至刚刚委员所点出的 可能会分裂出更多的政治势力来 其实这个亚努维奇 他国会就已经不是多数党了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是非常多元化的 所以国会就会反映出他的多元性 很多人都认为静默生科 上次那个案子是政治案件 他是被人家搞下来的 所以这一群人当然就借机要报仇 支持他的人也有相当一群人 那前一任总统也是他们同一派的 他本来是总理吧 后来变成总统 那被抓下来这样 然后也有很多人认为 欧美的势力在里面 那甚至也有拿钱的 就事实上是公然介入 事实上这个地乌克兰 因为它是蛮自由开放的地方 那欧美跟俄罗斯的势力 是直接进来 就很多人就直接拿钱的 或直接从生意上得到好处的 那也反映了这个欧盟跟俄罗斯之间的 意识形态的斗争 还有经济利益上政治上的斗争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势必要用总统制 不然没有办法 他如果用国会恐怕那个党 可能会有十个政党都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是就变成这个新选的总统 他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多数 比如说他如果万一还是不到60% 那接下来还要面对国会 那不过幸好就是说 幸好就是他军队是国家化的 军队不会做动作 那以目前警察的表态 应该还是偏向于反对派这一边 所以真正的可能来制造纠纷的是俄罗斯 就是这个新政权 我们估计应该就是反对派赢了 因为目前听说做了民调 大概有七八十都是亲西方的 因为所有的这个 这个救筹心愿通通都出来了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的 什么这个大饥荒也要检讨了 车诺比也要检讨了 俄罗斯怎么控制这个旧的那个政府 都要检讨了 所以接下来政治上的气费 一定是有利于反对派 可是俄罗斯的经济的那个力道 我觉得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然后让老百姓开始感受到那个压力 那这个是不是撑得住 这个真的有待历史证明 坦白讲 因为过去立陶宛也是这样走出来的 立陶宛它的天然气有90% 也是俄罗斯提供 那那个时候我的印象非常深 他在闹独立的时候 波罗地亚那三小国 他闹独立的时候 甚至还全民骑脚拉车 他这个表示他独立的心力这么强 对 坚决 那结果后来公投嘛 本来就93主张独立 那目前也是这个状况 就说乌克兰大概 你如果用政治上的表决 那大概法对派是一定赢的 亲西方的一定赢的 可是能不能撑得住 对 你的经济熬不熬得过 这才是关键 接下来一两年就知道了 的确 在乌克兰政变之后呢 俄国 美国 以及欧盟国家 展开新一波的角力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再继续全方位点评 欢迎继续回到 时事求是节目现场 乌克兰前总统 亚鲁科维奇垮台 遭到通气之后 他的豪宅也随之曝光 也让民众可以看到 这个前总统如此的糜烂 失华 当然他身边的高官 检察总长浦雄卡 也面临相同命运 豪宅被起底 高档的水晶灯 豪华的摆设 大到不行的客厅 卧室跟书房 这是乌克兰前检察总长 浦雄卡的豪宅 金碧辉煌的程度 好像皇宫一样 极尽奢华 不输正在跑路的前总统 亚鲁科维奇的管底 随着乌克兰前总统 遭到通气之后 跟随他的高官 也被起底 奢靡的豪宅 一一曝光 民众和记者 闯入浦雄卡的家 发现他不但有 各式各样西奇珍宝 还收藏各种古董枪 甚至他还扮成 凯撒大帝拍照流影 更让记者们惊讶的是 他家不但有许多宗教摆设 还有一本屈抹的书 普雄卡的家贵器 逼人堪称土豪等级 而且他的年薪是 五万四千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一百六十三万 是乌克兰人平均所得的十一倍 不过随着前总统垮台 他有再多钱都没用 同样面临遭到通气的 跑路命运 记者一张综合报道 好 高官奢华 但是基层名不了身 来看看呢 尤其现在这个乌克兰的经济 几乎都已经是被打趴了 他在地上 那么现在在政变之后的乌克兰 我们也看到俄国还有美国 甚至欧盟国家 就展开了一些新颇的角力 那么美俄在一开始的时候 互相喊话说 要对方不要介入乌克兰内政 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 事实上他们内部是极度撕裂的 比如说东乌克兰的民众 已经要投靠俄罗斯了 那么很多人在问说 普丁有没有可能会出兵乌克兰 尤其现在东澳已经圆满落幕了 那么还是说 其实美国也会采取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来干预呢 好 那么当然俄罗斯 刚刚我们提到了 比如说他冻结了对乌国的 大概15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 好 那么接下来你也提到了 恐怕还是会从经济的层面 持续的对乌国政府施压 好 只是现在大家也在看 就是说普丁他现在 比如说他还会再继续挺 这个前总统亚努科威奇吗 还会继续力挺他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吗 这个如果说人家选举已经结束了 我看也很难支持下去了 那你刚刚说出兵那绝对不可能 因为人家已经独立了 他现在又不是你的属国 所以他只能靠经济施压 对 可是这个是非常要命的 因为你要知道乌克兰 他生产的产品都蛮低阶的 那你卖到欧洲根本卖不出去 就是你连到欧洲上市的可能性 都没有 恐怕你跟中国根本没办法竞争 那他就是俄罗斯因为跟他有特别的 本来要建立就是苏联瓦解之后 他又在复建 复建一个贸易联盟 那大家也要免关税 那本来这个原来的总统就是亲俄派 所以本来就建立这个体系了 而且乌克兰做的东西都是卖到俄罗斯 所以坦白说他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如果有大企业都是国营退下来的 那中小企业他的订单来自哪里 几乎没有从欧洲来的 几乎没有 他的竞争力绝对 我看连东欧都比不上 所以这个就是生活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还有你的基本 我刚刚讲天然气 那个就影响到你的物价 你的会不会有通货膨胀 那这个就非常根本了 因为那个是每天都要用的 他的地方也非常冷 那个是要过日子 对不对 那要基本的 这还活不了了 只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有的 那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的困难 除非这个 因为你经济结构要瞬间转型 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是觉得普丁可能是初期会观望 就我看你能变出什么把戏 那比如说这个新的总统 新的国会组成之后 你的政策是什么 你是不是立即 因为原来那个也不是说 加入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区 也没那么严重 只是说叫做建立联系制度 那普京对这个就已经有意见 所以目前大概加入欧盟 作为自由贸易区 这个联系制度 我想一定会过 因为那个就是 这个暴动的原因 可是其他的我觉得 恐怕他都会想办法 去跟俄罗斯修好 不然他根本活不下去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接下来看这个总统的作为 那因为这个国家有点太不可测 已经开始很难预料了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怎么会死77个人暴动 那你怎么会高估到自己 可以把对方镇压呢 大家都已经 而且和解会议都开完 大家都认为说已经结束了 改革也都已经让步了 只是说总统提前选举 其他不答应 其他都答应了 怎么知道还会去镇压人家 所以这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产生一个新的总统 他不会激进过头 那就很难讲 对这也是变数 会不会激进过头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或者是说 是不是欧洲跟美国 尤其是美国啦 是不是借机会要砍下一刀 因为这恐怕是美国 有史以来最好的机会 因为俄罗斯都已经 公开承认了 这是他最大的挫败 对 那你说乌克兰如果因为这样 变成实质分裂的国家 你说对谁有利 当然对美国跟俄罗斯 都有利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会不会变成实质 我不要说真的分裂成两个国家 可是就变成始终一个 没有办法凝聚的一个力量 那这样对美国跟俄国 做国际政治来讲 搞不好都是有利 反而各取所需了 会会有点这样 事实上这个远一点 对中国大陆不一定有利 因为事实上乌克兰有很多军火 是卖给大陆的 有很多技术是输出的 那这个亲俄派上来之后 因为他要对俄罗斯有所交代 所以是做比较严格的管制 所以本来如果说这个亲西方 因为俄罗斯要急着把他拉回来 西方的这个人上来之后 因为以前 季默森科是大量的卖给中国大陆 军火 包括瓦兰格号 都是季默森科那个时代 就已经签了 那本来亲西方的大概 他要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所以可能会故意去跟中国 建立好的关系 包括军事上的 包括经济上的 那本来有这个可能性 那如果说 因为俄罗斯要急着把他拉回来 因为俄罗斯也会害怕 你乌克兰离我那么远 那我就失去屏障 以后他跟西方之间就没有屏障 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普京会使出手段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关键就在经济 经济施压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到这个欧美 他可不可能拿钱纾困 一解这个乌克兰的经济燃眉之急 那我们知道说到这个经济澳元 目前看来是不是真的是俄罗斯才够利 就说欧美可能也利有未待 比如说供给乌克兰的能源天然气 还有这个数百亿美金的这些晶元来讲的话 恐怕都还是得靠俄罗斯 这个我觉得欧洲美国可能给你一年两年 那有可能比如说给你一二十亿 这个当然有可能 就是先纾结燃眉之急 这个我觉得会做 可能也包括美国在内 可是这个就是跟俄罗斯对着干 所以他们也要去警觉这个问题 比如说俄罗斯会不会对德国做报复 如果欧洲有一些国家表态的太明显 俄罗斯也许不能跟美国对着干 可是他要对欧洲一些个别国家对着干 他一定可以做的 一定可以做 那更何况乌克兰是如此依赖他 就你欧洲国家任何一国吧 我们说德国好了 你到底能救人家救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西方政变成功吗 固然是俄罗斯的一大挫败 客观结果上是这样 可是未来真的有可能让乌克兰的新政府更加的亲近西方 事实上他就是这样政变 所以他这条路就会这样一直往下走 我就说这个叫做政治跟经济上不一致 这个你如果用台湾也有这种情况 这个持续品不是执政八年 那你的政治跟经济就是脱节 所以你就会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反省台湾的经济 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 那当然就是那八年跟大陆没有好好协调 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关系 乌克兰也是一样 乌克兰是比我们严重多了 乌克兰的经济依赖俄罗斯的程度 台湾出口是40%到大陆 乌克兰我看是超过70% 那更何还有天然气的问题 我们跟大陆还没有这种基础人员的问题 所以那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经济上的依赖 那这个事实上也包括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因为乌克兰长期以来 他的东西是卖到俄罗斯的 所以他的规格是按照俄罗斯的规格制造的 所以你如果要转回来变成西方 你整个规格还要改 而且人家还要适应你的零件的素质 这个难度太高了 因为这个就是长期 因为他是一个苏联 所以他是做什么是被分工定位的 所以他各种东西的规格 都是配合他原来既有的帝国体系 那你现在要整个转 这个转型我看至少五年以上 关乎于乌克兰的未来 我们也看到这号人物他付出了 就是反对派的领袖 也是天然气公主寂寞深刻 他也表他要缴住五月份的总统大位 那他这个重出江湖呢 影响力我可不可以说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么好像现在的乌克兰民众 事实上他们其实反应颇冷淡 因为除了过去这个寂摩深刻 他的形式作风惹出很多争议之外 包括他过去执政的时候 也让这个乌克兰的经济走下坡 他甚至自己也是因为 这个贪污濫权罪入狱的 所以现在对乌克兰的人民来说 他们要的是新人新政 所以对寂摩深刻来讲 也未必有利 这个很麻烦 这个很麻烦 这个就好像说新的接不上 然后旧的又不再有魅力 这个他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坦白说乌克兰从脱离苏联之后 每一任的总统都有贪污的记录 就多少都有 泰国也是一样 不是吗 所以然后他是在承设革命的时候 就2004年的时候 他身亡是最高 那那个时候他当了七年 然后才下台 那那个时候身亡最高 可是现在人家已经看腻了 就知道你会做什么事 他事实上也是一个小团体 那个乌克兰石油公司 是多大的一个集团 所以周边一定有很多亲信 他有既得利益的集团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就是说对你 不会有太热情的期待了 已经不像2004年那样了 那可是现在又没有一个新的 服众望的人可以立刻接手 所以我的预期就是说 所以我刚才会讲这个问题 说也许他总统也不会赢太好 可是他面对的国会是完全分裂的 然后又碰到了普京是虎视眈眈 看你能怎么搞我 所以我是认为真的很难做 因为那个正当性 坦白讲这个群众暴动跟你也没关系 而且你也不是曼德拉 说你就是我们的诉求 南非黑人暴动的诉求就是释放曼德拉 群众并没有说释放季末神科 这个只是顺便把你放出来 其实群众一开始只是对那个 这个新西方的协议被砍断 然后对于这个总统的贪污感到愤怒 他们并没有把季末神科跟这个连结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 这个完全是一个自发性的革命 或者我们说政变 也不要说革命 就政变成功了 那结果权力真空 这有点像辛亥革命 孙中山不是还没回来吗 结果黎元宏不是就被推上去了 有点那个味道 就有点权力真空 然后革命党又推不出像样的人 立刻可以把权力给稳住 那最后发现自己实力不够 还要跟袁世凯妥协 不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一阶段要结束之前 我很快请教委员 目前看来乌克兰内部是民众分裂 精英摇摆 列强角力 所以乌克兰一直想要加入欧盟的美梦 恐怕很难圆 那么会更遥遥无奇了吗 我觉得那个顶多只有通过这个联系制度 可是接下来我认为亲俄派的群众 也会起来表达他的 也会有动作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还是在拉扯 而且他们一定会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而且那些人事实上很多过去都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这个拉扯是必然的 好 广告之后回来呢 我们要进一步来讨论 从今天开始登场的两岸实会 十字球数带你掌握全球进行是两岸两会 第十次会议在明天登场 而大陆海协会长陈德明今天已经抵达了台北展开三天行程 在今天下午陈德明会参访故宫 那么明天的重头戏 除了要签署气象还有地震合作等两套协议之外呢 在今天下午这个明天下午陆委会主委 王玉琦也将会首度会见陈德明 那么预料陈德明将会比较之前王章会的模式 以主委来称呼王玉琦 而他在周五离台之前呢 还会专程到台北木扎动物园探望猫熊 好我们看到这个两岸实会登场 那么这一次这个大陆海协会长陈德明呢 也来了 那么在明天下午江汉陆委会主委王玉琦会面 所以这外界所预期的两个人肯定嘛 会互称关系嘛 那么预计会有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谈 那么王成首会可以谈出什么 谈话的内容可以期待吗 我觉得恐怕还是谈ECFA啦 其他你说什么地震啊那些 事实上我们不是那么关心嘛 那因为两岸互设办事机构 这个也是议题啦 可是这一个让步 因为我们现在要人道探视 对我们要求是这个 那可是因为张志军可能四月也要来嘛 可能在那个时候才会定案 所以我认为陈德明 因为他上次来没有见王玉琦 那甚至那个时候有人在怀疑说 他是不是不愿意称主委 就有人这样说啦 那现在既然王张会都定案了 所以陈德明当然就补见王玉琦 所以必然是照王张会的规格啦 这个是可以预期 不过我认为恐怕还是完全偏经贸 那对两岸办事机构的部分 我认为他恐怕还不能代表 所以还是由国内办来定调 所以这一次来讲 有一些比较实质的意义的 也就是将要签署这个地震啊 还有气象合作等两项协议嘛 那可是对民众来说 就像你刚刚讲的 是不是有感还是无感啊 那包括了像是最近受 可能比较有感的是 最近受中国大陆所影响的 这个埋害的部分了 可能也会在这个当中里面 当然没有名列这一项 可是这个你怎么谈啊 对这次怎么谈 所以我要问说 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实质意义和进展嘛 这个埋害全中国都有了 顶多做一个资讯的交换而已 韩国也有蛮害啊 韩国也在怪大陆啊 你能够叫人家补偿什么了 对台湾有这样的声音 你说要赔偿 因为这个就是自然现象 有时候 有时候你的东西也会飘过对方啊 这个有啦 比如说像乘诺比事件 那个是更严重的 辐射外泄 那瑞典也在怪乌克兰啊 没有错啊 因为飘到瑞典 不过我是觉得啦 就是说 我估计陈德明可能也想了解一下 到底ECFA会不会过啦 这个福茂 福茂协议 因为3月10号以后 他希望赶快生效嘛 实质审查嘛 对他今年的新年愿望嘛 已经过啦 1月1号本来就可以生效啦 是你自己耗着嘛 所以我估计他也会礼貌上问一下 只会礼貌上的问一下 他也没办法 有实质上问一个工作 这个是台湾超知在你啊 对对对对 那大陆顶多只能够说 我们期望能早点开始 对 那王玉琪可能会跟他讲一下吧 说比如说王金平啊 也表达没问题啊 之类的啦 那其他就是两岸的货品 这个清单的协议要不要开始启动 事实上已经谈 有谈一阵子了 可是确实啦 就是因为涉及的产业很多啦 那是不是会有这个王玉琪 是不是会跟对方做一些表述啦 除了台湾 是不是这个台湾如果要通过立法院啊 那大陆可以做哪些事啊 是不是也要跟立委做一些交流啦 让他们了解一下EKFA 进一步的货品清单的谈判 如果这些通常都会在国共论坛的时候释放 嗯 他应该不会用这个场合来释放 嗯 那采购的话 統合由海协会来报告也怪怪的 嗯 因为过去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协会嘛 像白维明啊 来买面板 有很多类似的团体啦 还有各省啊 市啦 的采购团 可能会用这个形式啦 所以 我认为事实上 因为他只来三天啦 对很短 所以也不要预期有太多事啦 嗯 基本上我觉得他应该是以了解为主 嗯 就说这个 怎么只排一个三天而已 那就表示并不是有 他上次来很多天 对七天嘛 对啊 他上次是走透透 对 南到北 北到南到 而且几乎所有的 金茂的大老板 他都走访了 他上次行程很满的 政治到老每个都跟他见面了 对 对不对 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 那礼貌上大家就跟他见面 可是独独露了王玉琪 所以上次露了王玉琪 变成新闻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 特意的露了王玉琪 就是大家觉得说 哎 王玉琪不是已经去了APEC了吗 那既然主委可以在场外见面了 那你怎么还在那边 尴尬呢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有些人就觉得道路好像还没定 所以这一次是趁着这个两岸实惠来专程补剑王玉琪 补剑王玉琪 我认为是补剑 事实上他跟王玉琪不是对口 对啊 对不对 他是临终生才是对口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叫补剑面 就说哎呀你不要想太多了 事实上是上次怎样怎样怎样 做一个说明 然后可能了解一下福茂的可能的进度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嗯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看到刚刚提到 这次重点当然还是两岸实惠 那两岸实惠 刚刚提到会签这个什么气象 地震合作的这个事宜项目 那么另外就是说历史五年的租税协议 这一回不签了 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王城首会 比如说我们细看这些议题好了 这媒体目前所曝光的部分 就是王玉琪方面我方抛出的议题 可能包括还是再次强调这个 互设办事处的人道探视权的诉求 以及我方要加入这个区域经济组织的决心 那么对方有可能会触及的部分 还是关于两岸媒体常驻的细项 以及要签署这个两岸文教交流协议的意愿 还有具体做法在这个部分 其实这里就牵涉到 当王张会都已经发生了 那陆委会或者我们说国台办 国台办跟海协会的分工是什么 你总不能所有议题都由你来提吧 如果是决策层次的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人道探视 这个涉及他国内法 那这种适合陈德平讲吗 所以我是觉得他跟张志军之间 会有某种分工 就说如果扯到他们内部的一个 比较重大的决策决定 那恐怕是适合由张志军来台湾才说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人道探视 那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了就是文化协议 要不要进一步推动 这个由陈德平讲会比较奇怪 已经不是那么事务性的东西 签涉到决策 有点政治性 对所以我是觉得因为大家都认为王张慧是政治谈判的第一步 所以这种政治性比较明显的议题 我觉得应该他们会做分工 不然两个人以后角色怎么拿捏呢 你总不能说陈德平海协会是执行单位 然后国台办是决策单位 不过以后海基海协会不会 这两块招牌也预见示威了 他们一直否认 一直否认 可是早晚的事 一直否认 所以我觉得 你绝对不可能用决策跟执行来做分工 不可能的事 因为第一线谈判还是海协 那你不能说谈判不是决策 还是绑在一起 所以我看是类型 所以议题的类型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 比如说是人道探视 这个扯到他内部的安全法律 还有一般的这个受刑人保障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政治决定 那另外比如说文化协议 要不要启动 然后更进一步 比如说区域组织 那那个就更复杂了 那个绝对不是 不是海协会能决定的 那还扯到外交部了 对 对不对还有商务部 所以那个就更复杂了 那那个当然要由国台办来出面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聊聊的是 南韩南韩总统普警惠就职满一周年 他已经对外宣布了 他端出他的经济大菜 另外一方面他也再次强调 就是南韩绝对不当小龙 要成为中等强国 我们稍后回来看看普警惠的雄心壮志 南韩总统普警惠就职满一周年 喊出474的经济政策口号 日内要让南韩国民所得达到4万美元 南韩通过扩大内需 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来协助小企业成长 目标要成为全球第七大的经济体 普警惠这番宣誓 但是立刻让人联想到前任总统李明博 曾经提出的747口号 结果一遇到金融海啸 政策全挑票 而国内企业人士 也不太看好普警惠的经济梦想 南韩产业被财阀垄断多年 要想突破还得靠政府的准结 金融改革等多管齐下 不过普警惠对于南北韩议题处理得宜 民众对它支持度超过六成 南韩现在平均所得为24000美元 南韩的新瓦台也知道 4万美元所得目标不容易 所以澄清这个口号 不是真的要在任内冲上4万美元 而是替未来打好基础 记者冯英超报道 好我们看到南韩总统普警惠就职周年 宣布了他的474的三年经济改革计划 这个4就是每年GDP成长率达到4% 就业率达7成 国民平均所得4万美元 先请教委员就说 他的474的计划很容易实现吗 会不会到头来只是一张空投支票 那么当然我知道在南韩境内 也有人唱衰他说 不可能在他的任内达成的 但总统府也很快就反驳说 其实他们这个是要为未来铺路 再为未来打好基础的 这个4万美元是绝无可能 三年怎么可能 现在才2万4 4万美元是绝无可能 这个就业率7成 我觉得理解上要讲清楚 他讲的可能是劳动力的就业 因为如果就业7成 那是表示失业有30% 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说大家都来就业 包括女生 因为韩国的妇女就业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是严重的重男轻女 所以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那这一点事实上也不容易 因为韩国的妇女跟日本妇女一样 就是只要一结婚生小孩 就要准备回家了 所以你要这个地方 要鼓励人家出来就业 这个难度也很高 那有一些公司也不愿意用 所以大概只有那个经济成长率4% 那个比较有可能 那他要提高他的所得只有一招 就是韩元升职 他们如果是内需市场就是要升职 可是升职他就会影响他的出口 不过还好就是说 他的工厂大部分都不是在韩国 因为他都全球化了 因为韩国坦白讲那些大企业 是蛮争气的 这里要佩服他 像三星、LG、现代等等 所以我认为这个还是精神喊话区多 精神喊话区多 就是故意跟李明博互别苗头 你是747我就474 那李明博那个是全部跳票 因为他碰到金融海啸 你说精神喊话 但是还是有一些实质作为 比如说这个普景卉 他有个雄心壮志 所以说他已经喊出了韩国不当小龙 要当中等强国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 他现在就是了 就是了 他从这个他上任这一年来 事实上转型改变 可以说已经成为韩国的关键字 当然当然也是这个普景卉上任以来 已经就确认好的国家转型的战略 比如说对内要发展创意经济 他鼓励中小企业的一些创业精神等等 那么对外他推动中等强国的外交战略 那么当然就对韩国自己来说 他们可能要随便成为领头羊 一方之霸 那么当然我不知道说对韩国来说 有一个优势 就是一来他们没有大国包袱 以及现在当前的这个国际局势的转变 所以呢其实韩国他成为这个中等强国的 天时地利的条件 对他来说都是在他这边的 事实上他讲的这些都已经实现了 他讲这个等于是废话 已经做到了 知道李明博最后两年做了不少事 所以他功不可没 对当然当然 基础是在领域摩收打架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比如说 你刚刚说他这个他的经济 创意经济 对韩流就是了对不对 还有他的线上游戏 那都是国际化的 那甚至包括LINE LINE事实上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日本 可是事实上他老板是韩国人 所以事实上他的创意经济已经起来了 那另外就是他很多企业的国际化 都做得相当成功 那三星的品牌的价值 这个大家都知道 已经追过Sony了 所以我是觉得那对于政治上 政治上他也都处理的蛮不错的 比如说他在经济上跟中国 大家都认为普景卫是亲中派 然后政治上还是亲美 那他也推出了北京政策 要跟俄罗斯中国一起来打通朝鲜 这个大概都是都是很有作为的 所以我是认为现状 就已经是他在崛起的非常快 事实上甚至有人讲过一句话 说二零一三年是韩国年 去年你不要忘记了他还出了一个psych 对对那条神曲 那也是创意经济 去年三星的品牌价值超过Sony 然后紧追Apple 让Apple感受到威胁 所以去年几乎都是韩国有很多戏剧性的变化 就是二零一三年 所以其实普景卫讲这个 这个已经不是未来了是现在进行事 他要做更多的可能是说他在政治上 要有更多积极的作为 事实上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 认为说中韩的贸易 可能在今年就要超过韩国跟日本的贸易 所以韩国这个亲中这个经济的大趋势已经完全不可逆转 尤其是现在又扯到一些政治上的跟日本的矛盾 虽然说他同样都属于美国盟邦 可是他跟日本的距离 我看是越来越远 而且这个政治上经济上 他都把日本当作假想敌了 是越来越明显 对对普景卫来说 未来市还有包括他这一次也对南北韩的统一大业 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路线图 他将成立这个直属总统的统一准备委员会 那当然统一时间我们也看到 为期六天在南北韩的团聚也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介绍请教委员就是说 朝鲜半岛的和平指日可待吗 在普景卫的任内会大有可为吗 我觉得这个太乐观了 事实上我们看到朝鲜那边提出来 就是说离善家庭见面 那希望你韩美的演习延后 那普景卫不让步啊 对不对 普景卫还是都照样演习啊 照我的 我还是照样演习 只是有点低调 就是在宣传上头稍微低调一点 对可是还有包括那个说 那个朝鲜也讲 那你对我的贷款或者投资 可以开始表达一些善意 那普景卫也都还没开始 普景卫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反共派 他对朝鲜本来就是鹰派 他本来就是鹰派 他事实上比李明博还严重 跟他爸爸的关系 那所以我是觉得 恐怕这个远远还是要透过 我们讲的曲折的北境计划来落实 开神工业区 还有投资鸭路江畔 恐怕要结合中国跟俄罗斯的力量 再有办法慢慢逐步的往前走 包括这个南北韩统一 尤其我要讲说 现在在这个繁荣的南海民间 尤其是年轻世代来说 其实支持统一的声浪 已经大大的减退了吧 其实现在不是支不支持 而是要付多少代价 其实韩国独派很少 都是主张统一的 只是说大家认为说 现在统一成功